我现在呢是在AC362直升机的驾驶舱 那么这型直升机呢也是本届天津直升机博览会 首次公开亮相的一型四蹲级创搭多用途直升机 在今年4月完成全状态首飞 那么它有哪些特点呢 接下来跟我去近距离看一看 可以看到它采用的是滑翘式的起落架 棒式的后舱门 同时呢可以看到它这个后舱的空间呢是非常大的 这里一共是六个座位 这里三个座位加上驾驶舱呢可以坐下11个人 后舱的这样的布局呢把这些座椅全部拆开之后 这个空间里面呢就能放下像单架呀救援物资等等 那么最重要的一点是这型直升机呢 它能够满足在高原地区海拔4500米以上的通行运输 应急救援等等 AC362直升机优异的性能和广泛的用途呢 将为国家通行产业发展 尤其是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和高原地区通行运营 在天应和胜利军 感谢观看